还记得上出征的时候 学校外面新开了一家烤鸡店 这里的烤鸡不仅价格便宜 味道还非常好吃 一直以至于每天都会有很多同学前来购买 当时学校外面有一个流浪汉 老板每次遇到他 都会把自己剩下的烤鸡免费送给他吃 可奇怪的是 那个吃过烧鸡的流浪汉 第二千就再也没有出现 老板跟同学们说 那个流浪汉在吃了自己的烧鸡后 变得发奔图形 现在已经不当流浪汉出门打工了 同学们一听着老板这么善良 老板买烤鸡的人更多了 队伍甚至可以从中国拍到美国 但只有昆昆非常不解 因为他发现这个老板 每天要过那么多鸡 却从来不进货 而且那个流浪汉特别懒 根本不可能出门打工 还有那个老板卖的鸡肉 有一股怪味 吃起来特别酸 到了马上昆昆起来上厂锁的时候 刚好看到老板正来偷偷摸摸的往胖壶跑 昆昆赶紧跟了上去 结果发现老板进入了一个小工厂里 在确认四周误人后 老板用金眼把门封了起来 昆昆一看着老板果然有问题 于是便偷偷趴在窗边偷看了起来 可昆昆看了半天都没发现 老板去了哪里 可这时昆昆突然想到了什么 知道自己已经逃不掉了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